我這一次呢 帶一群家四個人一起來做公主遊文 稍微有一點點波浪的情況下 畢竟不是陸地嘛 那你怎麼拍影片怎麼拍照片 我這次帶了一個很厲害的 拍照的神器 而且我覺得這已經變成我最愛了 我這次要開箱給大家看的就是這個PILO PILO是台灣設計製造的東西 而且呢是我用過 我大概用過前後10支的穩定器跟腳架 這支是最得我心的 為什麼因為這是太厲害 太好用了 我來介紹一下 這是因為要買的腳架 先把它放在這邊 它有兩種顏色喔 我用的顏色呢 是等一下你看得到的顏色 有銀色跟這個香檳精喔 這都是女生們最喜歡的 我覺得這一支BUSHORESTO呢 根本就是為了愛自拍的女生 喜歡直播喜歡錄影片跟大家分享 女生所設計的 你要不要來看一下 噔噔噔 開箱來瞧一瞧 這邊有保護卡喔 耶 這支呢是我所用過的最輕巧 最方便 而且呢最聰明的手機自拍器 噢只要很簡單的打開電源 就可以自拍了 嗨有沒有看到 不管怎麼樣晃 不管怎麼樣搖 這支雙手穩定之後可以發揮很好的效果 而且呢它非常的輕巧 非常容易使用 然後呢如果你如果要自拍的話呢 或者是說你要把它穩定下來 這個腳架的話 你可以把它加上一個 它的 延長的這個自拍棒 很厲害 為什麼呢 它可以隨著你自拍的角度呢 來做延伸做伸展 所以我在船上自拍的時候 我就這樣子自拍 都不用緊張 對不對 就是 不管是誰都可以使用它 你戴什麼手不紋的人 即使是喝醉 即使是老人家呢 都可以使用它 然後小朋友可以使用它 你今天也有用過了對不對 你們試試試就看看 非常的方便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要自拍 而且它很厲害的是 它還有藍牙 只要使用這個藍牙 跟它配對之後 我就可以這樣子 遠端的遙控了 是露營嗎 那你看 I say cheese 喔 這樣就可以自拍了對不對 拍女生最漂亮的角度 就是高角度的紅髮鏡頭 這樣就可以自拍了 是不是很厲害 是不是很棒 它這一支跟這一支 非常地輕 非常好帶 以前我買過很多支的穩定器呢 我都覺得它太重太大 很不方便很不實用 所以它再怎麼樣好用的東西 或是三種 你只要一大一重呢 根本塞不進包包裡 或是塞進去呢 我覺得我跟你講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穩定器有一個很麻煩 就是這個雲潭 這雲潭是非常精密的東西 因為它要配重 它還有很多的複雜的機構 如果它壓壞了 它就不walk 所以我因為 我放在包包裡 然後壓壞了大概四五支 穩定器 然後那我覺得很困擾 為什麼 我始終沒有辦法輕鬆的 在外面的拍出很棒的影片 然後呢 你一定要加購這件事情 就是Piro的三軸 三支的 三穩定的腳架 你看這個三隻腳架很厲害 它不一樣可以延長 而且呢 它是這一組三隻腳呢 是這一整組裡面最重的 為什麼 因為它負責穩定 你知道你在外面 如果風大的時候 你很可能呢 把腳架 我們曾經在自由女神怎麼樣 我們這樣的腳架 被風吹倒 風到啪就倒了 結果你看它就裂開了 你知道嗎 真的是悲劇一場欸 你知道 如果 因為不自拍 然後讓腳架 掉下去 然後壞掉呢 就來不及了 可是我在紐約我還不知道有這個好東西 所以我帶去了輕型腳架呢 就很快就被風吹倒 所以呢 還好相機沒有壞了 但是我的相機殼就破了 所以 我覺得呢 真是相見恨晚了 因為我這次拿到了這個Piro 你就覺得 我隨時隨地都可以架在地上自拍 然後呢 也可以延伸 我也可以自拍 然後呢 我還可以 穩定它 不管船有多麼的晃 只要有Piro 我都不用擔心 我覺得穩定器呢 只有一個重點 什麼重點 就是一定要夠輕巧 方便好攜帶 才能夠駕馭 然後才能夠完成我們所需要的工作 如果你也需要一支好的穩定器 不管你是要自拍也好 拍影片也好 你要得到好的品質呢 我覺得這個投資呢 是一定要的 如果可以達到好的效果呢 而且容易帶出的 我大概也不該答了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呢 一定要試試看它唷 我們 上我們 那真的